有着对神龙的美好信仰 曾经靠着神龙庇佑而免于大难的国家 为什么会在五百年之后死分武裂陷入混战 当黑暗势力再次吸卷人士 最后仅存的一只神龙 是众人生存的唯一希望 但是他们要如何找到这只神龙 唤醒它的力量 打败邪灵 让光明重现 国土光复 这个故事呢 可以是奇幻的传说 可以是过去的神话 更有可能是当今的预言 今天呢 我们所要分享的是 迪斯尼最新的动画片 《寻龙使者拉雅》 在一个奇幻遥远的国度 人们在神龙的庇佑下安居乐业 过了千百万年幸福的日子 有一天 黑暗的力量装模 从天而降 它的本质就是要 吞噬与毁灭 如同光明的反面是黑暗 神龙会召唤雨水 带来生命和富饶 但是装模却非常的怕水 它将肥沃的土地化为沙漠 所有被它碰触的人 都会被封印石化 即使是奋战中的神龙 也不例外 一场阵邪大战的序幕 就此拉开了 这部电影情节的设计 非常有趣 除了呼应中国的云丛龙 认为龙是为大地带来 丰沛云雨的食指之外 也以象征的方式 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暴政 是惧怕水的 当今 东方蜘蛛的香港人民 就曾经以Be Water的勇敢姿态 和装模政权交手对抗 并一度的使装模却步 然而在末日的疯狂下 神龙与人们 再如何努力并肩作战 还是不抵黑暗势力的入侵 眼看战友与同伴一个个 被装模石化 在最后的生死关头 一只名叫西苏的神龙 大显神威 让装模瞬间消退 也让石化的人们 一一复活重生 返回家园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一切 都能恢复原貌 大战之后 最后的神龙西苏消失了 其他被石化的神龙 也没有复苏 依旧像雕像一样 智力荒野 只剩一只凝聚着 神龙力量的龙珠 留存时间 昭示着曾经的圣战 也控制 质压着 蠢蠢欲动的装模 为什么明明打败了装模 人们复活了 龙族却没有归位 那是因为装模作祟的 祸根还留存着 这个祸根是什么呢 又是由何起因呢 这个问题 要等到电影进入最后的阶段 才会给出答案 五百年后 象征着生命 富饶 与神圣的龙珠 成了众人 寄予 抢夺的宝物 神龙国 分裂成 五个部落 龙心 龙爪 龙牙 龙记 以及龙的尾巴 龙心部落 世世代代守护着龙珠 现在守护的责任 就落到了酋长班家 与公主拉雅的肩上 为了化解各族的纷争 重建龙国大统一的希望 善良的班家酋长 决定召开五族和谈 邀请大家共享繁荣 拉雅对父亲引狼入室 开门一道的做法不解 她问父亲 如果他们心怀不轨呢 班家给女儿的答案是 先放下自己心中的猜忌 才是赢得对方信任的第一步 拉雅听从父亲的话 对龙牙部落的 纳玛丽公主 退心致富 却引发了终极的大难 纳玛丽欺骗了 拉雅的真心 动手抢夺龙珠 一场混战中 龙珠破碎成五片 分别被各族夺去了一片 然而分散的龙珠 再也无法震住和制服 邪恶了 庄模重现人间 黑暗再领大地 拉雅的父亲也在 对抗庄模中被石化 从此拿着龙珠碎片之一的 拉雅和她的小伙伴 吐吐一起浪连天涯 苦苦地寻找消失的神龙 西苏 因为她知道 那是让天地复明的 最后一丝希望 拉雅成为了一个孤独 但是非常勇敢的战士 她身心百战 再也不轻易地相信别人 和谈的基础 必须急于诚信 倘若一方以和谈为手段 并不遵守条约 就会将另一方陷入危险的境地 我们看到了 中共历次签署的停战和平条约 对港五十年不变的协议 以及近期对台湾的凤梨事件 无一不落入毁约的下场 毫无提防的和谈 不宜是自杀的 到目前为止 与中共较量最为成功的是 美国川普总统 这就是因为川普 看穿了共产主义的本质 共产主义就是欺骗 她说 虽然马克思主义 承诺平等和平和幸福 但在实践中 它的结果只有不平等 暴力和绝望 如果搬家酋长对各族的动向 能够了如指掌 如果在她召开会议之前 能够周全地部署 小心地安排 或许拉雅担心的事情 就不会发生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搬家酋长的话并没有错 先信任别人 是获得别人信任的唯一办法 即使信任他人 容易被欺骗 被攻击 被伤害 我们还是要选择合作 还是要选择原谅 还是要选择信任 因为受了伤 就决定关起心肺的人 或许永远不会再受伤害 但是也从此停止了信任别人 分享自我与倾听他人的能力 这是扼杀一级生命 与分裂世界最可怕的方式之一 但是对个人 以及对险恶的政府 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终极 经过千辛万苦 拉雅终于找到了神龙西苏了 但是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弱小 还带着一股憨傻 一点也不像可以一举千灭 装模的那只神龙呢 拉雅娓娓道来 原来当年神龙与装模大战的过程中 他们家族也遭受了四面楚歌的攻击 但是大哥彭谷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 他说单独一只龙是打不败装模的 可是如果汇积我们的力量就可以 所以他率先牺牲自己 将自己的神力凝聚成一颗龙珠 然后将龙珠交给他的弟妹 西苏其他的兄妹也这样做了 最后他们选了西苏 作为灭魔的最后那只神龙 西苏说 那可以不必是我 可以是任何一个 西苏告诉拉雅 由于龙珠蕴藏着其他神龙的能力 因此找到其他的龙珠的碎片 他就可以再去灭一次装模了 于是这一龙一人 就踏上了寻找其他四块碎片的旅程 西苏是掌管河水的 每当找回一块碎片 西苏就多了一下胸姐的能力 像是化为人形 腾空等等其他的能力 过程中他们也遇到其他因为装模而同时佳人 受拉雅与神龙立志除魔而感动 加入的伙伴 团结的力量让他们化险为夷 龙珠的碎片最后只剩一块了 灭亡装模也就差最后一步了 就像搬家酋长一样 带着神性的西苏总是劝告拉雅要信任眼前的人 不要用欺骗的手段达到目的 受过伤的拉雅虽然对此嗤之以鼻 但也渐渐地被西苏的说法感动了 他们决定邀请纳玛丽的合作 那个曾经背叛她造成她的父亲石化族人灭亡的人 那玛丽带着那最后的一块碎片赴约 赴约前她的母亲的一席话让她深思其重 装模重现人间是因为六年前我们争夺龙珠 难道装模被消灭后解除石化归来的人 不会对我们出手吗 因此唯有获得神龙与龙珠 赢得对装模的胜利 部落才能免于罪名 从这段话中也说明了 暴政为了维持她的合理存在 只有继续的欺骗 以及使用更狡猾更邪恶的方法 于是纳玛丽拿出十字弓对准了西苏 要西苏跟着她走 同时也威胁拉雅把另外的四块碎片交出来 准备全盘的吞并打败装模的战果 否则呢她就会杀死西苏 双方对峙下西苏镇静地对拉雅说 没关系 我可以跟她走 在西苏真诚地凝视下 纳玛丽几乎动摇了 然而拉雅不想让悲剧重演 性情之下的拉雅想挥剑阻止 纳玛丽的十字弓 但恰恰让她失故 搬动了机关 射中了西苏 西苏重剑坠落悬崖 最后一只神龙的死亡 让江河湖海枯竭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 装模的入侵了 西苏的死去让拉雅怒不可遏 不顾群魔的张牙舞爪 声明为了逃命四处奔散 拉雅决心与纳玛丽一决生死 但是纳玛丽哭着对她说 西苏的死你也要负责 这句话点醒了拉雅 是啊 当年若不是她亲信了纳玛丽 要不是她挥动了手中之剑 一切都会不同 在悔悟中 在与同伴们奋战中 也与纳玛丽携手合作的过程中 拉雅想到了五百年前 龙族大圣的原因 是放弃了小我 团结一心 于是她再一次地敞开心肺 首先把手中的碎片交给了 曾经恨之入骨的纳玛丽 瞬间她化为石像 其他的伙伴也一一交出手中的碎片 就在纳玛丽也放下由于拼出完整的龙珠 化为石像的 一瞬间 龙珠大放光明 瓦解了装模 所有的人与神龙都复苏了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 point 就是电影中被装模石化的 如果是人呢 就会呈现垂手并且将手攀开 像天祈求的样子 就像是一种顶礼木败的姿势 但是被装模石化的龙 却会呈现出原来战斗最后的姿态 而这五个族人被石化的荧幕中 都是维持他们原来的姿态 似乎显示越具有神性的人 被装模所封命的限制就越少 当神龙们放下自我 也只能除去一部分的装模 当人们变得无私 装模才无处容身 电影告诉我们 除魔不仅仅是神的事 人类也应该参与其中 当人类展现出相互信任 真诚合作 铲除自己心中的心魔石 真正的灾难才会解除 最美的梦想也才会实现 天堂就会降临 一场巡龙的过程 也是人类寻回彼此善良 与相互信任的过程 电影的最后 所有的人都回到了家园 和家人团聚一堂 复活的神龙 其心合力 也把西苏救回来的场景 令人无比感动 这也是迪斯尼动画片 展现给观众最美好的一幕 感谢您收听 有还能为您主持的心灵之窗 又到了要与您说再见的时间了 下次节目 我们空中再会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